我们再看一种摆 叫做Torsional Pendulum 我们称它叫做牛摆 它可以 比如说这是一个圆盘 铁质的圆盘 它用一个钢筋固定在这个中心 然后这一端固定在天花板 你把这个圆盘 P点原来在这里 你把它搬到这一点来的时候 一放手 它就在这个地方来回的摆动 问你这个摆动是不是减轻运动 如果是减轻运动 它的震荡周期是多少 我们怎么做呢 还是一样 我们把这个用外力 或者是外力局 把P点摆到一个角度 然后这里释放的瞬间 你看到没有 从静止状态释放之瞬间 这句话一定要写 如果考这一类的问题 你释放的瞬间 你外力局就不见了 只有这个力局 你刚刚去搬它的这个力局就不见了 它的外力局就是什么力局呢 就是这个铁棒的恢复力局 因为你把它扭了一下 它就会回去 这个力局跟转动的角度的大小成正比 方向相反 就你往这边转 你把它往这边转 那它的恢复力是要往这边去 所以Sigma-Tox等于这个 那么K'就是所谓的扭矩常数 它的单位是Newton乘上meter 和Radians 你看我们从这里来的嘛 这力局是什么呢 力局就是NNmeter 被θ出 θ是Radians 好 现在我们就瞬间 释放的瞬间 它受这个力局 然后它产生一个alpha角 alpha的角速度 朝这边的角速度 朝这边的角速度 因为它的力局是朝这边 你记得alpha跟θ是相反的 你θ在这边 瞬时针方向的 那alpha就是 逆时针方向的 那θ是逆时针方向的 那alpha就是瞬时针方向的 因此这里永远有一个负号 好 对i i就是 这个圆盘对这个地方 对这个轴 经过这里的轴 它的转动惯量 成是alpha alpha就是d平方 θ over dt平方 然后我们就用这个 两个式子 把它变成这样的一个 一个微分方程 这个微分方程里面 你看这都是θ 就是你这个 这个θ 照理说也不能太大了 不能太大 因为你太大的时候 它的力举 就可能不是这个样子 比如说你稍微的扭它一点 它会恢复原来的样子 如果你扭得太厉害 把它一扭就好像一个油条一样了 你放手它不会回来了 它回来一点点 它不会完全恢复了 所以说这个角度其实不会太大 那k prime是个常数 i0也是个常数 因为它是一个钢体 那我们就利用 ωmega平方等于k prime over i0 于是这个式子呢 我们就可以写成 d平方θ over dt 加上ωmega平方θ等于0 那这个就是一个减歇运动的时代 所以我们可以说 这个圆盘在做小角度 角度不能太大 的时候它是做一个减歇运动 它的扭动是一个减歇运动 那它的周期呢 周期是t等于2pi over omega 你把这个omega带进来就是这个 那这个可以有什么用呢 这个有什么用途呢 这用途就是说 通常这个k prime我们都知道 你用的这个材料啊 你有多少度它会恢复回来 这个关系呢 我们可以用实验的方法 把k prime撤出来 问题是 这个i0不见得知道 因为我们这个 我画的这个是一个圆盘 其实这可以是任意形状的一个东西 也可以是个立体的 也可以是一个 不一定是一个扁扁的圆盘 立体的都可以 这规则也可以 那你就不知道它i是多少啊 i0是多少不知道啊 就不知道啊 好 那这个时候没有关系 我们可以 你要撤住它的i的话呢 我们就把它做成这种形状 让它去摆动 你就算这个t等于多少吗 它这个t意思就是说 它震荡一次要多少时 多少时间 你可以算它一百次多少时间 然后除个一百 正常一次多少时间 这个实验的方式得出来以后 我们就可以求它的i0是多少 可以用来求这个i0 这是用来测 不规则物体对某一转轴的转动惯量 好 我们现在另外用这个 基建人守恒原理来求解 这还是原来那个图 我们还是一样要讲这句话 把这个按到这个位置 然后从镜子开始释放的瞬间 这一瞬间它受什么外力啊 这一瞬间受什么外力啊 它有重力 这个重力不构成力举哦 不构成力举 所以它的位能没有改变 是这个东西的弹性位能 这个的弹性位能 这个弹性位能跟我们其他弹性位能一样 它是一个保守力啊 是个保守力啊 所以它现在非保守力等于0 非保守力等于0的话呢 基建人就守恒 基建人守恒 因为它没有保守 没有非保守力嘛 这个一定要讲啊 我这里是因为我可以用话讲 我就不写了 你在考试或者是做什么报告的时候 一定要写 它的条件就是非保守力做的功等于0 所以基建人守恒 基建人守恒 它的动能就是这个 位能就是这一下 动能加位能等于1 这是个定值 1就是它的总基建人了 那么我们把这个式子为分 这个可以变成2跟2约掉了 I0 OmegaD OmegaDT 加上2也跟这个约掉了 K from ThetaD Theta over DT D Theta over DT就是Omega 所以Omega可以跟这一项约掉 于是我们就可以 这个又写错了 这是D Theta 这Omega 这是要变成D平方Theta 这个写错了 D平方Theta over DT平方 加上这个等于0 因此这个式子呢 这个写错了 这也一样 所以这个式子 它是一个什么 显弦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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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周期就是 2Pi over Omega 对 2Pi 跟号I0 over K prime 好 最后我们介绍一个负白 任意的一个物体 任意的一个物体 它 比如说我们为了方便 我们只看这是个三甲板 把这一点 用铁钉把它钉在这个墙上面 于是这个物体就可以绕着这一点 在这个地方 左右的摆动 左右摆动 这个O点就是它的轴了 那么这个代表这个物体的 Center of Mass 它的质量 质量 质量跟O点之间的距离是低 比如说 起初你没有把它拉过来的时候 没有转的时候 这条线跟这条虚线是同叠的 那这个 就是这里到差不多这里 就是它的磁心的位置 好 这里就告诉你 任意形状的钢体 绕一个固定轴 在垂直面上摆动的装置 我们称它叫做负白 叫负白 然后我们将物体 从平衡位置 比如说这个原来 OC这边 应该这条线是在这里的 我们把它搬到这个地方来 搬到一个Center角 然后就在这个位置 从静止开始释放 释放的瞬间 我们看看这个物体 所受的外力局是什么 它的外力局是什么 外力局 因为它是摆动 所以我们是看力局 如果是移动 做的是水平的震荡 我们就是用外力 外力局 对欧点来算 对欧点来算 它是MG乘算这个长度 这个长度是等于Dsin Theta 那这里加个负号 为什么加负号呢 因为我Theta是朝这一边 Tog朝哪里 朝这一边 Theta如果原来是朝这一边 Tog就是朝这一边 就是Theta是顺势针方向 Tog就是逆势针方向 Theta是逆势针方向 Tog就是顺势针方向 好 我们应用动力学列出 这个是因 Sigma Tog的因 等于果 I0乘α I0 D平方Theta over DT平方 Alpha等于这个 于是我们就可以 把这个是这两个 写成这样子的 那一般说来 因为这里有一个Sine Theta 所以它不是做简弦运动 可是当这个Theta 非常小的时候 它是做简弦运动 当它做小角度摆动的时候 就是Sine Theta Mama Hu等于Theta的时候 这个式子 就可以等于这个 这是一个简弦运动 那它的摆动周期是2pi over Omega 所以2pi over这个 乘上这个 这个Omega是等于这个东西 这个做什么用呢 这个 就是说 如果 我们用量测的方法 量出来它的 震荡周期量出来了 我们可以借这个周期 还有 如果I-0已经知道的话 我们可以求重力加速度 这个地方的重力加速度是多少 如果你知道 鸡的话呢 我们可以求它是I-0 用鸡剑的守恒的原理 我们还是要把它从这里 搬到这一点 然后开始释放 那么在这一点呢 它受的力就是 一个是MG 然后这个N N N是什么 非保守力 但是N没有功 因为它在这个地方转 它的这个小位 它的位移都是跟N要垂直 所以N做的功等于零 因此就是非保守力 做的功等于零 那么 它的基建能就是守恒 基建能 这是动能 二分之一 零 比如说任何一个时刻是 Omega 小速度 那么 它在这个位置 它的 它的这个 贵能是什么呢 未能 如果我们把这个 这一点 画一个弧 在这里 原来在这里 这个地方当作未能 而灵的话 那么它后来呢 从这点跑上来 就是上升的一个这么高 上升多高呢 这个就等于 D 减到D Cosan Theta D减D Cosan Theta 这是未能 这等于 加起来等于 常数 等于定值 两边都 微分 这个微分等于零了 于是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石子 写成这个样子 写成这样子 这个I I 放在这里 那一般说起来 它不是解写运动 因为这里是San Theta 如果它做的是 小角度运动的话呢 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写成Theta 那么我们令这个叫做 Omega平方 于是呢 我们就说它 小角度震荡 它是一个减歇运动 它的周期就是等于这个 Two pi of Omega Omega等于这个 带进去 这就是负败的这个 震荡周期 好 这个要稍微要记住一下 这个是常用到的 好 底下我们就介绍一个 叫做震荡中心 Center of Oscillation 什么叫Center of Oscillation呢 比如说我们刚刚这个物体 是这样子的 你这一点定来 当做转轴 那么它可以在这个地方转动 这个地方转动 这是它的Center of Mars 我们发现 它有另外一个点 Omega平方很有意思 就是说 Omega平方是哪一点呢 就是说我们把 整个这个负败的质量 当做集中在这个Omega平方 那它就是一个单摆 这是M在这里 Mg在这里 Mg 然后它的摆长是L 那这 以单摆的震荡的时候 它的震荡周期不是这个吗 就是这个 假如 那你这个O点 这个不是随便哪一点 有一个特殊点 它是距离是L 当它集中在这一点的时候 它做单摆的震荡 这个震荡周期 跟它做负摆震荡的时候 的震荡周期 是一样的话 就说你这个L改变了 这两个就不一样了 那么我们可以算出来 这个时候等效单摆的长度 L 正在比较 就知道L等于I0 overMD overMD 就说你要早一点 这一点呢 也是在这个 轴上面 也是在这个轴上面 它跟O点的距离是L L等于多少 等于这个 如果质量都集中在这个Operm的时候 它的震荡 当作单摆来看待 它的震荡跟这个一样的话 那么 在Operm这一点呢 就叫做震动中心 你可以 心里头可能觉得奇怪 为什么叫震动中心呢 为什么叫震动中心呢 我们先讲的另外一个特性 你刚刚 让它绕这个轴旋转 它的震动中心在Operm 如果原来它是绕Operm点旋转的话 Operm点旋转 它的震动中心就是O 这两个是 这两个永远有这个关系 互为 这叫做共恶震荡中心 震荡中心的意思是什么 为什么叫震荡中心 就是说 如果你现在要一个力 来敲打这个物体 这个力的作用线 如果经过Operm 经过Operm的话 那这个物体啊 它将会绕这一点 做纯转动 各位都知道什么叫纯转动 纯转动就是说 这个物体上面的每一点 都是绕它做转动 如果你不是打这里 你打另外一点 可能这个 它这个就好像是O点在这里 这O点也会震荡 那么你打这里的话呢 这个物体就绕这个地方震荡 绕这个地方震荡的话 这个O点呢 就不会受这个力 如果你看这一点会震荡 对不对 这一点也会震荡 这一点就是O点它不动 所以这个叫震荡中心 你回去可以做一个实验 很简单 你拿一根榔头啊 敲铁钉的铁锤啊 你在一个岩石地上 敲一敲 你的手会震动 你现在把你的手的位置换一换 在这个榔头的柄上面 位置换一换 到某一个位置啊 你敲下去 这个榔头就是跳起来 你这个手呢 让你这个手在震荡 是旋转而已 不会震荡 那一点 你握的那一点啊 跟这个榔头锤 的锤子就是互为震荡中心 互为震荡中心 这个在运动上面 也是非常的重要 比如说你 我们一般 比如说你这个打铁 以前的打铁 都是用手在打 手在打 你没看到那个打铁师傅啊 一个师傅 把铁从炉子里头 拿出来通红的 这手比较软 他就拿一个榔头敲下去 他的徒弟在对面 也拿那个锤子敲 你敲哪里 他就敲哪里 哦 那个敲下去啊 我们一般人敲个半天 这个手大概就 要去急诊啊 你会得这个筋末炎啊 因为你这个震荡的太厉害了 那为什么这个徒弟 跟这个师傅可以敲一天 敲连续敲 好几天都没有事啊 就是他已经找到 握这个榔头的那一点 你榔头是用这个地方来敲 他握着这一点呢 当你敲到的时候啊 他这一点不会有这种震荡 只是在这个地方转动而已 所以他不会有震动 不会有震动 你拿榔头的试试看 这个在古时候啊 用短兵器 做这个肉搏战的时候啊 特别特别重要 以前都是拿兵器 两个兵器 两个大将在那里打嘛 你们有没有看过这个 古时候的小说啊 比如说随唐演绎之类的 那个很精彩啊 那里头 我记得我在高中的时候看的 那时候看的就是有一肚子的疑问了 因为他写到 他有一个水堂有十八条好汉啊 那第一条好汉叫做李源霸 他拿了两把大铁锤啊 一把大概就是两百公斤啊 那打仗 那别人跟他打那必死无疑 他那个怎么描写呢 他说他的锤子一过来 他的敌人就拿那个 或者拿那个 不管你拿什么武器 你就顶他的时候啊 结果你顶着武器就盘回来啊 把自己啊 他写成什么 写成 打成肉酱啊 他就觉得好奇怪 怎么会打成肉酱啊 他天下无敌啊 可是他有一次碰到一个小孩子 十二岁 十二岁 那这个小孩子也是拿两把大锤 就跟他对打 就他能够接他三锤啊 他一锤下去 他就接着他 接他三锤 这李源霸就 就觉得你这小孩子 怎么这么厉害 他说别人接我一锤都接不了 你可以接我三锤啊 也是一条好汉 你赶快跑 要不然我第四锤就把你打死 那为什么这个小孩子 能够接他三锤啊 原因就是啊 他学武 学得很精 他用这个锤子来接 另外一个锤子的时候啊 他握的地方 正好跟对方锤子接触的地方 正好是互为 打击中心 所以一接对方的锤子 一接下来 打的时候啊 他手没有震动 只是在这个地方转 他可以转一下 手不会震荡 如果你握的不对啊 一震 这个虎口 他写那个人 为什么死啊 因为他一接 他的锤的时候啊 碰他的锤的时候 虎口崩裂啊 虎口整个裂掉 那你这个东西就握不紧了 弹回来啊 弹回来啊 弹回来那个力道很厉害啊 把他打成肉酱 那这个后来我读到这个 打击中心 我才领悟到啊 那个应该是一个真实的事情啊 所以呢 这个打击中心呢 是很重要的啊 还有我们现在打棒球啊 打棒球也是一样啊 你想打拳雷打 那你要顾虑到什么东西呢 当你打出去的速度要最大最好 你四十五度敲出去 这个我们都了解 还有一个就是啊 你棒子要敲球的时候啊 你这一点 跟你手握的这个点啊 最好要 最好就是 互为打击中心了 这个时候你握的地方 就不会有震荡 你有震荡的话 你这个力量啊 就就就就就没有死出去哦 那没有震荡的时候 你所有的力量都死出去了 这个球才能够飞得很远啊 所以你要打球 你打也不是不是说 我拿那个棒子 每天在那里飞就飞得好 你要动点脑心啊 要知道他这个这个 飞得远 必须到达什么样的一个 满足什么样的一个条件啊 所以运动呢 也不是靠四肢发达 就能够运动得很好 你脑筋还是要发达啊 好 这是震荡中心 OK 这个就是 当冲力F的作用线 通过震荡中心O 而且跟OO'连线垂直的时候 副白将绕 或O点的转轴 做纯转动 那震荡中心 我们又叫做 Center of percussion 就是打击中心 打击中心 好 现在我们来说一下 打击中心 这是一把米尺 长度是一公尺 它绕这一点旋转 可以做小角度的摆动 就是可以绕这个转动 我们现在要问 这个米尺的震荡周期是什么 其实米尺它不是单白 不是单白 它是腹白 还求它的震荡中心 好 那你现在怎么做呢 比如说我们求它的震荡周期 因为它是一个腹白 所以它的周期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 如果你能够记住这个腹白的公式 也可以 要不然你就要从这里做 你把它执行找出来 执行到这里的距离叫做低 就是二分之一公尺了 你把它摆动 一个C的角以后放下来 释放至 你把它的合力找出来 合力局找出来 然后列出它的动力方程 然后求它的轴起 那这个就是腹白的震荡周期 M就是它的质量 C是重力加速度 O就是这个腹白 让这一端转动的时候 它的转动观量 想定这是一个很细长的一个棍子好了 好 第一就是它的质量中心 如果我们把它当作细长的棍子 它到这一点转动的时候 这个I0是等于三分之一个ML平方 L是等于一公尺 B是二分之一 L 就是二分之一公尺 C是九点八个meter per second square 我们把这个值带到这个里头去 就得到它的周期是等于1.65个second 要注意啊 它这一题 它可能会要你导出这个式子来 那你就要导出来 就是跟我前面做腹白的时候 一样把它导出来 如果它要求你导出来 你就导出来 OK 那现在我们说打击中心在哪里 打击中心的位置 就是距离 就是O prime的位置 O prime要等于L L就是说把所有质量都集中在那一点的时候 把它当作单白来看 它的周期跟腹白是一样的 这个时候呢 L就等于这个 就是你把这个 等于2π 根号 L over g 所以L就等于什么 I0 over md 你最好就在这里写一下 等于2π 根号 L over g 大L over g L等于这个 那你把这些数字带进去 你就发现这个 它的打击中心是在3分之2的m 3分之2m的地方 再来我们就介绍 2 body oscillation 两个物体的震荡 两个物体的震荡 比如说我们现在有 M1 M2两个物体 当中用一根弹 当中用一根弹 弹簧 把他连起来 这个弹簧的立场数是K 原来这个弹簧没有伸长也没有压缩 平衡位置 然后我们就把M1跟M2这两个物体 这个往左边拉 这个往右边拉 把他拉长了 把弹簧拉长了 然后你一放手 从静止开始放手 这两个物体就在这个地方震荡 在这个地方震荡 问你 它的震荡 是不是减歇运动 如果是减歇运动 它震荡的周期是什么 那这个要怎么做 那我们假设 我们就把这个东西都 假设它原长是L 我们就把它拉长了 T10克就拉长了 拉长再放 在T10克的时候 这个位置 M1在X1 M2在X2 所以它中间的长度 就是X2解X1 X2解X1 可能比L要长 那我们就把X1解X2 X1解X2 再减着原长 就是这个两个物体 相距 相距 的一个 不是 就是弹簧 深长的总量 这就是弹簧 深长的量 是X 那现在我们就说 这个弹簧 在这个时候 是深长的 对不对 它要恢复原长 要恢复成原长 于是呢 M1就会受一个弹簧 从这一边 M2会受一个弹簧 从这一边 那这两个力 其实是一样大 因为同一个物体 同一根弹簧 那么我们看 FX 看第一个物体 第一个物体 它的X方向的合力 是这个力 是弹力 就是弹力了 FEL1跟FEL2 是一样大的 就是FEL 它现在方向是朝哪里 朝左边 朝X的负方向 这是它的 因 那等于果 果就是M乘上 M1乘上A1 它的加速度 加速度它就是 D平方X overDT 这个弹力的大小 就是KX 负号我们还是用着 于是就有 这么一个式子 好 这个力呢 在这个物体上的力呢 是朝右边的 正的 它是等于M2 D平方 X2overDT MA 它等于KX 因为 Elastic Force 大小是等于KX 好 那么我们就把 这两个式子 第一是乘M2 第二是乘M1 把它加起来 加起来 这个乘M2 这个乘M1 加起来 加起来 减一减 这个减这个 那这个减这个 就是两个都是负的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地方 把这个式子 把它写成 这个样子 把这两个合并 这两个合并 OK 这两个合并 你看这个可以提出来 负KX可以提出来 它 里脱骨里头 就是M1加M2 把M1加M2 除过来 然后把这一项呢 把它分成两项 就是D平方 X1 0-X2 overDT平方 那等于负KX 这个式子 我们可以把它 这个 你可以把这个里头 减一个L 没有关系 因为这个L的平方 它的微分等于0 所以 这个 在里头 多减一个L 没有关系 因为这个 这个KOV的微分 跟这个KOV微分 是一样的 那这一项就是什么呢 这个就是X 就是堂皇的升堂量 好 那么我们就把这个 用这个带进来 于是这个式子 就变成这样子 变成这个式子 变成这个式子以后 我们把它 把这个用μ来带 用μ来带 μ等于M1乘M2 overM1加M2 那就相当于μ分之1 等于μ 等于M分之1加M2分之1 这个μ我们称它叫做 缩减质量 Reduce the mass 它的单位呢 跟质量是一样的 于是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式子 就写成这个是μ了 μ除过来 就变成这样子 所以按照这个 K是常数 μ是常数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 简线运动的式子 就是简线运动的维分方程 OK 那简线运动的 比如这个 我们看 这个两个物体的系统 受的外力为0 它是两 我们两个 把这两个东西拉开 一放手 它以后只剩这个弹簧的拉力 所以它外力等于0的话呢 它的直心就保持静止 因为我们从静止开始释放嘛 所以 这两个物体最后的震荡是 两个物体都对它共同的执行做震荡 那么这个 就是新的一个维分方程 这个维分方程就好像是什么 好像是什么 好像是有一个物体的质量是μ 它接在一根弹簧 一根弹簧 这根弹簧的立场数 就跟我们前面讲的这个弹簧立场数是一样 它一边就接在这个墙上面 在一个没有摩擦的地方在那里震荡 这个就好像是这个样子 因此 我们先看这个 这是一个减弦运动 所以omega平方就等于k over mu 那震荡的frequency 是等于omega over 2 pi 那么t字的2 pi of omega就是这个 这个就像这个东西就好像是一个质量为μ的物体 接在一个立场数为k的弹簧上做水平震荡 这个完全一模一样 所以以后我们对于两个物体的系统 对执行 共同的执行做任何形式的运动的时候 我们都可以把它看成是 比如说刚刚那两个弹簧 那两个物体 一个m1m2对弹簧 做共同 执行做共同的震荡 那么我们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物体 这个物体呢 它现在的质量也不等于m1 也不等于m2 而是等于μ μ就是μ分之1 等于m1分之1 加m2分之1 这叫所减质量 但是一个物体 系在弹簧上面 这段系在墙上 这样的震荡是一模一样的 那么就是两个物体的震荡 刚刚我们是讲震荡 我们下一次要讲两个物体 让共同的执行旋转的时候 它也可以用我们刚刚这个观点 好 我们今天就介绍到这里